今天我要公開我的照片小秘密 眾所周知我是一個小小型身高153cm 但大家在Instagram會想目測170的油 又高又瘦的油 還有長腿 究竟怎樣可以做到 是不是要下載很多不同的App 又拉又騷又搞這搞路才有這個效果 當然不是 我個人這麼懶 其實一個按鈕就可以輕鬆由153cm變170cm 是不是很神奇很想知道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時我會用什麼App 用什麼filter拍照 之後有什麼神奇功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今天就一起聊聊天交流一下 先說了拍照的App 在這方面我個人都算很專一 除了用電話的內置鏡頭之外 大部分時間我都會用一個App 叫Foodie 有一點心虛 是不是很多朋友都用過 它是很受歡迎很熱門 如果同樣都是很懶 不懂如何調校不同的顏色 飽和的色調 用它裡面的內置filter已經很好 我最喜歡就是其中三個 PL2是我最最最最常用 Instagram裡九成的照片都是用PL2這個filter 天氣好的時候 它會拍到天空很藍 很鮮艷 很鮮艷 個人很開心的感覺 還有你試試用這個自拍的話 它真的一調過filter 個人都比較漂亮 然後去到第二個 就是比較復古風格 你想要一個造舊的感覺 可以試一下35mm04 它已經適合了有很多Noise 然後它的contrast做得很好 去到第三個就會叫YU4 我想要一個溫柔的感覺 然後很柔和的 很有氣質小文青的時候 就可以試一下YU4這個filter 這三個filter 真的是我的不特用法 用了一個合心水的filter之後 照片的顏色基本上都不需要擔心 我們現在專注回主角身上 如果拍完出來 個人又矮又肥的話 怎麼都不想post 在這個時候 怎樣可以急救這張照片 把一個拍出來這麼短的人 拉回牆 有一個小小的秘密 不需要用其他的app 只是用我們instagram內置的功能 這個按鈕 每次跟身邊朋友分享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開心大發現的 現在就示範一下 首先我們開了IG出來 然後就出post的時候 選一張自己想著post的相片 然後我們按List 然後在下面你會看到 Edit這個按鈕 然後第一個寫著adjust 按了上去之後 上面有兩個不同的符號 我們選擇左右那個 中間有一個洞的 按下去 然後大家看到原本的照片 是很正常153 沒有變矮也沒有變高的 我們只需要向左邊拉一拉 大家看到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 我們的長腿終於出現 然後你要150就行 去到170 180都沒有問題的 不要太過浮誇 色可而止 哇 照片馬上 整隻腳長了 但是下面的地板完全不會變形的 然後我就說多一點平時自己的設定 我會在brightness 調光一點 令到旁邊沒有那麼暗 然後contrast 可能會調多一點的 不一定看照片的設定 然後其他東西看下去 又不又和 然後我就會去到fade fade我會喜歡調多一點 令到照片有一點模模糊糊 很夢幻的感覺 我不知道有沒有 總之自我感覺良好 去到這個 我不懂得讀 旁邊四隻角會變暗 這樣就會更加突出了我中間的主題 我自己通常都是這樣設定 就已經是由剛才的150 成功變成170的Hidy 不需要靠攝影師 很努力又蹲下又趴下又調角度 令到我變成170 其實可以後面在後台 自己去把這個魔法變出來 有個小小的貼紙 就是如果你想用這個功能 記得腳位不要完全貼在照片的下面 因為它一拉的時候 它的原理是把人本身打直的 然後它一拉向後 它就看下去前面斜了便會高了 所以照片變成了一個梯形 大家記得留一點點位置 可能腳離開照底少少 留一點空間給它拉一拉 然後我們把照片 就會做到一個魔法出來 然後作為一個小小小 怎樣可以拍照的時候 拉長個人的比例 看下去沒有那麼嬌少 其實在擺姿勢的時候 都可以注意一個小小的位置 就是我們兩隻腳不要平排 無論是站在那裡 又或者你是坐在那裡 都不要這樣 因為大家會看到一格階磚兩格階磚 腳只有三格階磚那麼長 例如我自己很少會這樣打直坐在那裡 因為會很容易被人看到身體那麼短 然後腳又那麼多 很多時候我都會這樣屈曲 前後腳 令到兩隻腳的角度不同 大家看不到究竟我們腳 原本的長度是多少 或者大家平時坐在那裡 是一張椅子 記住記住 我們這些那麼嬌小那麼小的人 千萬不要完全坐 要記住一點 屁股和椅子的接觸越少 你的腳看下去就會越長 很多時候我都不是坐的 我只是靠著 令到自己可以平衡到 然後把腳伸到最長 拍出來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明白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但是在先天條件缺乏底下 我都想拍出來的效果更漂亮 然後就是關於攝影師 作為一個被拍的人 我已經很努力去做不同的表情 去擺不同的姿勢 但是為什麼拍出來 都是閉上眼睛 又腫又肥 雙手這麼短 雙腳這麼嘮嘮 別人的男朋友 別人的另一半 別人的朋友可以拍到 又高又小 構圖又完美 為什麼我的照片永遠都是 呃呃 在這個時候 我就想分享一個少少的經驗 我媽媽和金山現在是我主要的攝影師 IG全部的照片都是他們拍 他們從來都沒有學過拍照 為什麼現在的照片看上去都能看到人 有個小巧妙的 就是千萬不要說他們 我明白的 拍了十八二十二百張的時候 每一張都是這樣 是很敏的 但是他們都不想的 他們都很想早點下班 我們嘗試用青棧去代替 以前我是很喜歡跟金山說 哇 金幅相 你的顏色構圖都很好 但是呢 我的姿勢擺得不好 有少少肥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怎樣可以瘦一點 還欠少少張照片就完美 其實他會有心機再繼續幫你拍 還有當他拍了一張你很滿意的照片的時候 千萬不要吝飾你的炸味 還有呢 多一點給他看不同的參考 例如我想要半身的 我想要全身的 不要讓他完全沒有概念 完全沒有idea的時候 他都不知道怎樣拍 不如我們有請攝影師出來 說一下究竟他有什麼技巧 因為都是他拿機的嘛 好 有什麼問題問我這個世界級的攝影大師 想問一下你的心目歷程 究竟攝影的技巧有些什麼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拍我這個153的小粒仔 最重要有愛 我的作品之中 是充滿滿滿滿的愛 那你可不可以進來少少 我們在那裡疏痛 哈哈哈哈 沒有啊 還是拍得多 你又拍不要讓我離開 拍到千千萬萬張之後 就是經驗鍛鍊回來 大概知道你想要什麼 是啊 沒錯 是不是看到一些辛酸事 哈哈哈哈 我說一下我也想流眼淚 沒錯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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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這個就是我的照片小秘密 沒錯 每張照片都是高20cm 哈哈哈哈 也不算騙自己 看上去都認得是我 是啊 不過漂亮一點 對吧 嗯 嗯 大家出街就看到我有多小粒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麼簡單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我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每個星期都下載兩條新片 每個星期都下載兩條新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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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